醫師 我想很多可能產後的婦女 就是可能生了比較多胎 他們可能都會有一點點 尿失禁的這樣子困擾 是因為生產造成了嗎 還是其他什麼樣的原因 以及真正尿失禁的原因 又有哪些呢 我們要談這個尿失禁 尿失禁的表現 最主要就是 我們在血尿的時候會來不及 或是甚至咳嗽 或是做一些動作比較劇烈的運動 跑個步 然後就會有尿液 滲到褲子上面 那這種叫做尿失禁 那現在我們常看到尿失禁的成縁 大概有下面這幾種 第一個就是尿失禁 跟老化會有一些關係 因為老化會造成我們骨粉底的肌肉 比較鬆弛一點點 那另外呢 我們常見的其實是生產 很多女性在懷孕的時候 就有尿失禁的問題 因為懷孕的時候呢 我們小寶寶她有一些壓力 然後造成我們骨粉 將肌肉一些擴張 那這時候呢 常常會產生一些 漏尿的一些問題 那有時候產後呢 那生產的過程其實相當的辛苦 那生產的過程 如果說小寶寶的那個 頭比較大 頭比較大 或是體重比較重 或是生產的速度太快 那常常會造成這個骨粉腔的 肌群的一些受損 那這時候就變成產後 就有一些尿失禁的問題了 那當然還有其他問題 像是肥胖 也會有一些明顯的一些相關性 為什麼肥胖會有尿失禁的問題 因為胖的女性 她的其實她的體重比較重 那確實我們骨粉腔 這樣就像一個支托 支托我們身體的一個重量 所以當你體重比較重的時候呢 那其實需要的支托呢 也比較重 那比較重的情況下 就產生容易產生尿失禁的問題 是 那第二個原因 我們也常常看到 停經後的婦女 也會產生尿失禁的問題 因為我們荷爾蒙 其實在我們的身體 扮演一些蠻重的一些角色 包含她的肌肉的一些收縮 還有一些代謝性的問題 那停經之後呢 代謝變慢 那很多的肌肉呢 其實也會慢慢的鬆弛 那這時候呢 就會產生這個尿失禁的問題 那相對來說 某些疾病呢 也常常會造成尿失禁 像是糖尿病的患者 常常就會有一些 神經肌肉上面的問題 因為糖尿病呢 它會造成一些我們 微系的一些神經的一些損害 這個血糖很高的時候呢 我們會破壞我們末梢神經 所以糖尿病的人 常常會狡化 他的知覺 手指的末梢的知覺會比較差 那其實他的對那個膀胱呢 他的那個神經系統的控制呢 其實也會變得比較差 那另外做這個根除式 子宮切除手術的患者 其實也會 為什麼 我們很多婦女 因為月經過多 或是呢 經痛的問題 或子宮肌瘤很多的問題 最後去把這個子宮切除 那子宮呢 其實假設我們就是骨盆底 是肌肉 那子宮它其實 坐落在這個骨盆底的中央 那前面是尿道 中間是硬道 後面是大腸 那當我們把這個脹氣呢 把它拿掉的時候 那其實它的枝陀呢 就少了一個 所以呢 常常在根除性子宮 切除性的手術的患者呢 後來呢 常常會有一些尿石筋的問題 所以通常我們在做完這個手術的時候 醫師都會鼓勵你做一些鍛鍊 讓那個骨盆底的肌肉 比較結實一點點 那可能減少這個尿石筋的一些風險 是 所以說其實種種原因 就是骨盆底的肌肉的功能失調 最重要就是這個部分 對 主要是這個 因為我們骨盆底肌肉 前面是尿道 中間是陰道 後面是肛門嘛 那這三個肌肉呢 就是有骨盆底的肌肉鬆弛 所以有時候尿石筋的患者 還不只有尿石筋 譬如說 有陰道脫垂的一些問題 甚至會有直腸脫垂的問題 或大小便 大小便石筋也常常會一起發生 那因為尿道它比較敏感 它在比較前面 所以它 常常是先發生在尿石筋比較多 像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生產過程 如果生產的蠻快的 或是小寶寶很大的 然後有些女性呢確實在生產 寶寶拉扯力量很大 就變成子宮的脫垂 那子宮脫垂之後呢 那前面後面都會受到影響 就是你的膀胱尿道會受到影響 你的直腸也會受到影響 就變成產後呢 反正大小便 都有一些失禁的問題 是 理解 那這的確是滿困擾人的 那麼想問一下 因為在西方醫學來看 就會有很多的名詞 那不同的名詞 它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呢 尿石筋的原因 或是名稱的定誘 常見就是硬力性的尿石筋 跟急迫性的尿石筋 那所謂硬力性的尿石筋 就是它需要一些地點 有一些壓力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這個尿石筋 所以當膀胱受到一些壓力 然後它就會產生尿石筋 那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咳嗽 咳一下 然後它就會滴一兩滴尿出來 或是呢 急著趕工車上捷運 跑個步 小跑步 那它產生這個尿石筋 那酷底就會死了 那這個叫做所謂的 硬力性的尿石筋 那另外提到一個 急迫性的尿石筋 那種感覺就有點不太一樣 急迫性的尿石筋 顧名思義 就是很急很急很急 所以這類的患者 它的表現是 每十五分鐘 每五分鐘就要跑一次廁所 然後每次尿都只有一點點是 一百CC 兩百CC 甚至不到 就會覺得尿非常少 這個情況就是要做 急迫性的尿石筋 這會不會有點發炎的情況 的確 急迫性的尿石筋呢 它這些患者常常就是 可能有一些反覆性的 泌尿道感染 然後它造成這個 膀胱的疾走過度的敏感 所以這些患者 會做一些尿動力學檢查 這個尿動力學檢查 就是放個管子 到你的尿道裡面 然後打一些水進去 然後撐開你的膀胱 那這些患者在做的時候 會發現它其實膀胱 只要打一百CC 正常我們膀胱 可能可以容納 兩百CC的水分 可是這些患者 可能在五十CC 一百CC就會有緊急想要 尿尿的感覺 那它可能來自於原因就是 反覆性的泌尿道感染 常常的 陰部的一些感染 再來就是常常在憋尿 那它可能會有這類的問題 是 但老實說 我們臨床上的 尿石筋的成因 表現常常是經常是 混合性的 什麼是混合性 混合性的就是說 它又有一點點 硬力性尿石筋 又有一點點 急迫性尿石筋 因為你又有 硬力性尿石筋的患者 其實會很擔心自己 會漏尿出來 就常常去跑廁所 所以變成說 它有一點焦躁的情況 有點變成 有點演變成 膀胱過動陣 是 它會變成說 反覆性的 變成跑廁所 所以它也會有一點點 就是急迫性尿石筋的 一些反應 那急迫性尿石筋的反應 患者呢 其實久了之後呢 它可能 骨盆底的肌肉 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反覆性的 這樣收縮收縮收縮 它最後也會有一點 演變成 因力性尿石筋的狀況 所以臨床上 蠻常見就是 兩種混合性的表現 但是我們最常碰到的 還是因力性尿石筋 因為這個老化 停經生產 其實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那婦女呢 在年紀比較大 稍長的時候呢 就會碰到這類的問題 那麼在中醫呢 中醫的角度 是怎麼看這個問題 中醫認為這個尿 排尿跟皮肺腎 三個脹幅有關 那肺呢 它的作用是 跟水氣的代謝有關係 所以肺呢 它是可以往上走 往下走 如果往上走 肺可以通調水道 舒服水道 水氣呢 跑到身體其他地方 往下走 走到腎臟呢 就是 叫做尿液啦 然後如果它通調水道 功能比較差 就會保持尿液的那個 膀胱視覺 造成肌能受到影響 而易尿了 那另外呢 皮呢 也會組這個水氣 如果皮氣比較虛 肌肉無力而下限 那水氣呢 也不太容易代謝 就會產生致疫 那其實這個狀況 我們最常才談到的 還是這個腎氣 因為腎氣 還是跟水氣 和代謝最主要 那腎跟膀胱 是相表裡的脹腹 腎足水下通膀胱 那如果腎氣功能不好 腎去下寒 那其實膀胱功能 也會比較差一點點 就變成會導致這個 漏尿的一個情形 是 所以其實是跟皮肺腎 三個脹腹有關係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當然講說 肺皮腎三個脹腹有關 但是三個脹腹 在腎液的概念上 都會有相關性 但是最主要 剛剛講的 成因還是跟老化 跟生殘 像我們在中醫的概念 腎脹是跟老化 是有密切相關性的 很多人老年性的腎氣 開始慢慢衰退的時候 就會產生尿失禁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 我們會以腎氣為例來處理 但是如果它 或是患者本身有肺氣虛 或是皮氣虛的問題 也會添加處理 那這樣的話 它的治療效果 會比起單處理 腎氣虛會好很多 我們常見的尿失禁 其實是硬力性尿失禁 跟混合性尿失禁 但是我們 一定要先排除 膀胱感染問題 如果是一個膀胱感染的話 那我們患者的表現 就是會譬如說 很急 一樣很急 可是小便的時候 尿道會有這種 灼熱的感覺 甚至說 如果有逆行性的膀胱炎 引起腎臟發炎的話 會有一個 背部會疼痛的一個狀況 這種尿失禁就跟腎氣 跟脾胃就沒有相關性 它是一個急性的細菌感染 這時候需要用抗生素來治療 通常我們在門診的時候 會先排除這類的患者 是 那中醫呢 在看這個尿失禁 那我自己常使用的藥物 是以縮權丸為主 縮權丸是 山藥跟污藥跟抑制人 三個藥材 混合在一起的藥丸 中醫在辯證論治的時候 會分成 實症跟虛症 兩種的症型 那首先可以看到實症 就是乾氣鬱結型 邪熱這邊是走乾筋 所以它常常會乾筋 這邊會有點脹痛 就是旁邊會痛 然後常常會胸口會悶 甚至我們頭面部的膽筋 也會有疼痛的情形 那如果是女性 常常就表現這個 筋前症候群 譬如說胸部很脹 然後頭痛會比較厲害 我們治療就會縮權丸 和這個柴虎疏肝糖 最主要就是把乾氣 疏通了之後呢 這類的急迫性要失禁 你就可以稍微做一些緩解 那另外還有一種陣型 是乾筋濕熱 這鬱結跟濕熱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講說肝是鎖目 沐浴久了之後會化熱 所以這類的患者 除了剛剛的表現以外呢 他的會產生就是 嘴巴會很苦 口乾舌燥會比較明顯 甚至舌胎都很黃很厚膩 另外呢 就可能會產生狂帶 那我們在治療的時候呢 就會用這個縮權丸 和腫膽蟹肝糖 清這個乾筋的濕熱 這個方子呢 其實對一些初期的尿道的發炎 也是會有一些幫助的 是 所以這樣看來 其實尿濕境不只是尿道的問題 其實他也會有 身上有一些產生痛的感覺 對 在中醫概念上不同的陣型 他可能表現身體的一些肩症 會不一樣 是是是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虛症 虛症就跟我們剛剛講的 硬力性尿濕境 老年性的退化性的會比較像 那虛症的話就會分 中氣下限跟腎氣窺虛型 那中氣下限呢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比較像是那個骨盆腔有點脫垂的一個問題 是 這類患者其實他常常就是 少氣懶炎 所謂少氣懶炎就是說 他可能比較容易累 稍微動一動就很容易累 然後 甚至呢 中午過後呢就會頭很暈 然後想睡覺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會覺得 整個人非常累 然後說話聲音呢就會比較小 或是常常會有氣音之類的 因為他身體的能量很弱 陽氣比較弱 他這骨盆底的肌肉呢 可能收縮力量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我們用的補氣的中藥會比較多 補中益氣當然搭配這個縮拳彎一起治療 是 那另外再提到這個腎氣虧虛型 剛剛提到就是腎氣跟生殖功能跟老化 是有一個明確的相關性 所以更年期婦女停經之後呢 整體機能開始衰退 那這類的腎氣虧 常常表現的一些症狀 就是譬如說腰痠 然後睡得不好 常常耳鳴 然後眼睛很容易乾澀 那這時候呢就可以用這個 寄生生氣丸搭配這個縮拳彎 一起來治療 那這我發現好像你的縮拳彎都是根本 然後再加其他 對 因為我們在中藝常常治療 我們有時候要治標跟治本 那所謂的治標呢 就是 就是縮拳彎 最有一部分是治標的藥 它對各種不同的尿失劑呢 可能都會產生一些作用 是 但是我們要治本質 就是說我們體質呢 是要需要做一些改變 它後續呢 才會減緩這個疾病的復法 理解 那除了用藥物之外 中醫會不會透過其他 譬如說紮症啊 的方式來治療呢 針灸呢 就是我們可以使用 氣骸跟官員 這兩個穴道 那這兩個穴道是腹部的 它在肚臍下 1.5吋跟3吋 這兩個位置呢 用一些溫灸的方式 或是針刺加上電溫暖這個腎氣 讓氣血可以沖腎 然後達到這個治療的效果 是 那另外呢 竹山里也常常用來治療 中氣下陷型的尿失劑 它在膝蓋外側有個外吸眼 外吸眼下三一個手掌的距離 可以摸到一個凹陷柱 這個叫做竹山里 以前就是人很累的時候 針刺針了這個穴位之後 可以再走個三里路 所以就可以叫做竹山里 那另外還有一個穴位叫做太溪穴 這個太溪穴 在這個竹根內懷的後方 後方其實大家可以摸到腳筋嘛 腳筋的前沿呢 其實就是這個太溪穴 這個太溪穴呢 也是一個腎經一個重要的穴位 所以在針刺的時候 醫師也會選用這個太溪穴 做一個補腎的一個動作 是 那另外膀胱經其實是很重要的穴道 剛剛講說腎氣跟膀胱 腎是膀胱是相表裡的一個穴道 所以膀胱經很多的穴道裡面 它可以通這個脏斧 譬如說腎疏就是直接通這個腎臟的一個脏斧 那它其實就可以治療這個尿失禁 腎疏在我們的那個腰椎的第二節 然後旁開1.5寸的一個距離 大家可以摸到就是我們 刻骨之後往後摸 直接摸到脊椎的地方 往上兩個脊椎 那這個部分就是腎疏的一個位置 那腎疏旁邊也有幾個穴道 像中間它的督脈的位置叫做命門 那腎氣跟命門其實是相關的 旁邊又有一個叫做智氏 那智氏這三個穴道呢 其實裡面就是腎臟 那它其實在這三個穴道做一個針刺 對於那個腎氣的補助 都有相當好的效果 最後跟大家提到 在2017年的時候 國際的醫學雜誌呢 叫做美國醫學會的期刊 JAMA 它有刊登一篇呢 就是用針灸治療這個 硬力心尿失禁的文章 效果也是蠻好的 那作者它使用的穴位 它使用的是 中療穴跟匯陽穴 其實是在比較隱私的一個地方 它在間椎的外源 那間椎其實有幾個神經節的一個開口 那中療其實就是一個神經節的開口 那匯陽其實也是一個神經節的開口 所謂神經節的開口 就是說我們脊椎的神經 從這個血孔透出來 所以在針刺中療跟匯陽 其實治療的效果會蠻好的 那會不會特別痛啊 如果是直接針到那個血點的話 其實是會酸麻脹痛的感覺 那是屬於哪一條經絡上 它也是膀胱經的一個穴道 那作者它治療這個穴道 它們使用的是電針的治療 治療六週左右 患者可以緩解超過半年以上的時間 就是它漏尿的情形就明顯減少了 為什麼它會達到這個治療效果 那其實是因為骨粉底的肌肉手說 其實就跟這個神經系統有關係 理解 所以我直接在這個接近神經的位置 做一個刺激 然後強化這個神經系統的功能 今天呢 醫師要幫我們介紹一道 對尿失禁有益的藥膳 醫師請問是什麼樣的藥膳呢 補皮固腎的方式 材料有黃旗 覆盆子 還有山藥跟瘦肉 剛剛有提到縮犬丸的配方 其實裡面就有一道山藥這個藥材 其實它就是會有這個補皮固色的一個作用 減少這個尿失禁 那另外黃旗 對中氣下陷的治療 其實是還蠻好的 比較容易累的這個體質 加上這個黃旗 那另外呢 護腎子有固筋固腎縮尿的一個功效 那怎麼樣做呢 就是把這些藥材 稍微做一些洗劑呢 然後多燉煮 那家裡呢 如果說大家用一些電鍋啊 基本上燉個一次兩次 這樣子 那就可以把它吃完了 是 那它的功效就有 具有骨皮固腎 然後可以改善這個尿失禁 對於老年性 或是更年期婦女 這個骨盆底的肌肉鬆弛 或是小和尼尿之類的 可以做這個使用 那這裡面覆盆子它是水果不是嗎 它也可以用來藥用這樣 的確喔 其實在我們早期本草綱目就有記載 副盆子具有這個縮尿的功效 那它為什麼叫做這個副盆子 所以以前在本草綱目上面就記載 副盆子 子是副盆子型 故名之 所以說 它的果實會一球一球一球 然後混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像一個盆子 所以叫做這個名稱 其實在更早的本草演藝上面 就有記載 副盆子具有益腎上 縮小便的治療 那浮枝當腹其逆氣 這是所謂呢 因為其實早期的我們社會是 沒有現在的馬桶這麼方便嘛 以前在晚上的時候就放一個那個 逆氣 尿 所以以前人就觀察 吃這個副盆子長期使用呢 其實它晚上就不會一直起來小便 其實在中醫的概念上 腎氣比較虛弱 確實夜尿的時間會比較多 是 那在生活上呢 除了我們可以吃藥膳 有沒有哪些食物會加劇這個漏尿啊 尿失禁的這樣子的一些食物嗎 通常漏尿 尿失禁是比較偏虛症的 那這個虛症的患者呢 就要避免一些生冷的食物啦 像白蘿蔔啊 白菜啊 像冬瓜 冬瓜子也會避尿 胡瓜啊 小黃瓜這類比較偏痰 就不利於這種我們比較偏虛性的 尿失禁的患者 那像是西瓜 水梨啊 葡萄柚 哈密瓜等含性的水果 其實也常常要減少這個攝取 會比較好 就是在尿失禁的當下 我們就是這些食物跟水果 我們就盡量少攝取 盡量少攝取 是 那醫師你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尿失禁很多 是因為肌肉它的那個肌力不夠 那怎麼樣去讓我們這個肌力增加呢 如果有去看婦產科 或是看婦科相關的醫師啊 大部分都會推薦所謂的凱格爾運動 就是所謂骨盆底肌肉的運動 我們有時候也稱為這個叫做縮肛運動 人體能控制的肌肉 有分兩種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平滑肌 跟自己可以控制的骨骼肌嘛 那骨骼肌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譬如說尿道的闊躍肌 還有肛門的闊躍肌是可以控制的 那像是膀胱的肌肉 跟直腸的腸道的肌肉呢 我們是不能控制的 所以我們就是藉由這個可以控制的骨骼肌呢 就是我們練習它的強度 縮肛這個運動呢 然後達到就是讓骨骼肌比較強健 然後可以減少這個尿失禁的發生 那為什麼又叫縮肛運動 其實就是大家在做譬如說在排便排尿的時候呢 有那種中斷排便排尿那種感覺 讓這個骨骼肌的肌肉收縮 所以如果說大家一剛才在練習 凱格爾運動如果不是很會的話呢 可以在排便或是排尿的時候呢 稍微中斷 或是呢排便的時候要把那個大便切斷 這個縮肛的感覺呢去感覺到 然後藉由這個縮肛的運動 長時間的練習 然後它可以改善這個骨骼肌肌肉鬆弛的問題 那如果我要做體肛運動效果比較好的時候呢 就是我在縮的時候要吸氣 閉氣 然後在我放鬆的時候呢 要吐氣 要護氣 那每次收縮的時間大概三到十秒鐘 依照每個人的狀況做一些調整 每次做三到十次 然後每天至少做個三次左右呢 那時間大概一兩個月 其實它的骨盆底肌肉都會慢慢就比較強健 甚至有些患者其實只要光做這個運動 它的排尿的問題就會達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了 是 那做這個運動有沒有是 譬如說坐著啊 躺著啊 站著啊 還是 隨時都可以做啦 所以有些患者在開車的時候坐啊 或是在整班的時候坐啊 當然 但是如果練習的時間 就是蠻習慣的話 它其實不會影響你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在隨時隨地 只要有時間做的時候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一個禁忌就是說 對於急迫性的尿失禁的患者 他如果去中斷他的小便的話 會去壓迫到對於那個膀胱肌肉能做更多的刺激 所以說平常練習的時間就不是在小便的時候 譬如說平常在沒有解尿的時候練習 不然的話有可能會加重那個膀胱肌肉的一個刺激 反而造成不好的效果 是 那醫師在今天節目最後有沒有要再提醒 觀眾朋友要怎麼樣能夠避免尿失禁 剛剛前面有跟各位提到要先排除 急性的尿道感染的問題 那如果是反覆性的尿失禁 那就有考慮是身體上的肌能上面受到一些影響了 那剛剛講到如果是腎氣比較虛弱 或是中氣下腺之類的身體比較虛的患者 就要注意身體不要太老累 譬如說你工作時間不要太長 睡眠的時間要夠 那平常保持著運動的習慣 那或是呢就是在平常在剛剛有提到骨盆底的肌肉的訓練 平常可以多加一些訓練 可以改善這樣的狀況 那另外對於急迫性尿失禁的患者 這類的比較焦躁或容易有心情一些壓力 那適當的運動或放鬆 然後週末有一些休閒活動 其實可以改善這樣的狀況 那一定要注意的是盡量少別尿 到達時間的時候就要去排尿 那可以減少對尿道的一些刺激 那飲食方面呢可以會建議 就是你可以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或利尿的一些水果 那這類的水果真的比較冷 那可能會造成我們腎氣啊 或是脾胃的功能 稍微超差一點點 結果讓尿失禁的狀況更嚴重 那晚上呢記得就是 控制一些水分的攝取 醃尿的次數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就是它的水果 感谢观看